車來車往仁愛橋工程車輛陸續進駐 4號上午10點已到正式封路 封閉前工程員將地面上的標線重新漆匯 路邊掛上新的號字牌 提醒用路人記得改道 工期有300天的 這個仁愛橋又是屬於 我們交通的重要的一個通道 那對交通的衝擊一定是難免 那我們已經跟交通隊跟公車處 都已經有做好一個相關的配套措施 那也請交通隊這邊來幫忙 就是沿線有一些像愛一路 校路這邊是主要的通道的部分 我們會加強來執法 避免那種臨時停車的問題 那也請那個義交這邊的同仁 來幫忙負責指揮疏導交通 因應仁愛橋封閉改建 部分公車站牌也將調整 不過還是有民眾不知道封橋的訊息 在現場遲遲等不到車 路要封起來了 路要封公車要封起來 我以前坐公車你知道嗎 沒有啊 要吃客運而已 客運喔 沒人家說的嗎 配合仁愛橋施工改道 那我們公車有一些措施 就是有一些配合施工來改道的路線 最主要是包括我們七堵跟軟軟的三字頭 四字頭跟六字頭的公車 它從綜藝路以後要右轉愛一路 然後到仁愛橋這邊的忍武路這邊左轉 到回去七堵 所以這個是我們民眾要特別注意的 那另外到安樂區501 502的這個公車 我們從北站那邊 港溪接回來以後 就會右轉中一路 上這個中山一路 然後直走這個成功二路 上這個安樂路二段一段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改道比較大的一個地方 警察局出動了遠景 一郊在現場指揮交通 另一頭脫掉車也針對周邊的違規車輛加強脫掉 愛橋改建工程的部分 那因為相關行車洞見做蠻大的一個改變 因此我們這邊除了配合這個工程單位 做相關的交為計畫之外 由這個承包商這邊也聘請了一郊 那本身我們警察局的部分 有針對臨近的14處重要路口 來加強上下班尖峰時段的交通疏導 那希望駕駛人行進這些路段 要配合我們遠景的指揮減速慢行 那另外也針對臨近的這些路段 例如這個校一路 這個比較容易有違規停車的部分 我們會來加強脫掉執行 那希望駕駛人不要在這些路段來做違規停車 這項工程封閉長達300天 周邊店家也擔心受到影響 市議會議長同志委上午也特別前往 瞭解仁愛橋封閉的情形 要求公務處要做好相關的措施 降低民怨 這個市中心的仁愛橋 是我們基隆市中心交通的心臟地帶 那因為這個安全的問題 然後考量橋樑老舊 所以市政府公務處決定在今天開始封橋 然後準備施工 預計大概300天 那影響層面其實非常的廣 那我們也要求市政府相關單位 做好橫向的聯繫 包含各個水、電、瓦斯等等的單位 都要求配合好 橫向聯繫是非常重要 我們也要求市政府設立群組 方便地方、里長、議員 還有我們這個相關的單位來做溝通 交通、公車都要做改道 所以我想影響層面非常大 那我想一開始居民可能不適應 希望市政府加強的溝通 讓市民去習慣 那我們也務必要求這個儘快完工 那我們市議會也會全力來監督 剛剛一來一來的時候 我也在特別要求公務處 有沒有特別在跟住戶做相關的溝通跟訪問 那我們會希望公務處完成所有居民的需求 因為畢竟居民就住在旁邊 店家也就在旁邊 所以影響生意的層面也會相當的廣大 所以我們希望市政府可以盡力 來配合周邊商家跟居民的所有要求 公務處強調 讓海橋改建公期為300天 會努力如期如職完工 希望在明年2月初 農曆過年前就能完工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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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